原标题 《沿喜攻略先飞最后结局》英文字幕到死 才明白自己为何输给为英诺 最近大火的沿喜攻略 在国内外都掀起了一番追剧热潮 内地版走红之后 香港版 台湾版以及越南版 《沿喜攻略》也相继上线 很多人看完不禁惊呼 想不到啊想不到 古代的宫廷剧 居然套路也这么深 看女主凭借自己的聪明才智 接连灭掉自己的敌人 真的是相当过瘾 剧情在线 烟剂在线 怪不得这部剧 很容易让人无法自拔 就连同款宫斗剧如一传 开播都丝毫没有影响 她的热度和以往傻白甜女主公斗剧不同 《沿喜攻略》的女主很有特点 这个女主一出场就是黑莲花一般的存在 一路斗志斗勇 见招拆招 人若欺我 我必反击 而且该剧削弱了大女主公平剧的主角光环 适当加大了其他角色的人设性格 让剧中的所有人物都变得鲜明有个性 比如秦兰饰演的复杀皇后 温婉贤贵 不但乾隆皇帝最宠爱她 就连性子也爱惹事 的女主 都被她管得服服贴贴 对她非常敬重 后宫的最大反派贤妃蛇师骂士 也让网友赞不绝口 从刚开始的不争不抢佛系嫔妃 到后来的黑化成最大反派贤妃让我们看到了什么 才是真正的闷声做坏事 螳螂捕蝉 黄雀在后 黑化后的贤妃先后除掉了高贵妃 皇后 纯妃 二情 所有有可能和她争宠 阻碍她当皇后的人最后都成了她谋害的对象 甚至一度连女主位阴落 都不是她的对手 差点败在她手上 只可惜 贤妃最后的结局 却很惨 在不查皇后去世后 贤妃当上了皇后 但皇上却更爱慰殷落 贤妃因为皇上对慰殷落的维护 一怒之下剪掉了自己的长发 因此被皇上咽弃 不仅被废后 连死后都未得到一个体面的葬礼 贤妃落败后曾和殷落对峙过 她问殷落 我花了数十年 也没得到皇上的心 你到底用了什么手段才会让皇上爱你 殷落反问她您很爱皇上 可为什么要告诉她呢 先说出口的人 就已经说了 感叹殷落这几句话太一针见血了 皇上一生妃子无数 每天说爱她的女人她又怎么会珍惜 反倒是为殷落让皇上摸不透看不透才会更加惦念 而且从严禧攻略大结局也可以看出 魏英洛饰演的令妃死后 被追封为孝宜淳皇后 儿子永远被封为皇太子 也就是下一届的皇帝 她是乾隆皇帝继复杀皇后之后最宠爱的妃子 最后的最大赢家 严禧攻略全集举情介绍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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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